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人说 胀熬他是护食的 其实当他的主人来到他的边上 把他的食物拿起来 他根本就不会表现护食 因为我是他的主人 给大家看一下 我拿他的试盘 他会有个什么样的表现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好 快过来 来这家伙大家看到没有 他对这个主人 到他边上 他是不敢说什么 但是对于陌生人 还有其他 选择到他边上 那么你就不可能拿到他的这个食盘 所以说这个战骜 他对主人 他是忠诚的 对主人也是服从的 来赛姨 快过来下来 赛姨 来 你看这家伙呆呆地坐在这个铁笼上面 他就知道主人是斗他玩的 所以他 你看 你看 我把他放下去 他对其他狗 就是非常的排斥 对不对 对其他狗是非常的排斥 但是我去拿 就没有事 好了好了 别咬了 所以说演示一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战骜 其实 纯种战骜是很聪明的 他虽然护死 但是主人去拿他的东西 没问题 其他狗到了他身边 他会表现得非常排斥 现在有两条母帐骜在他身边 就不敢吃他的东西 只要他在旁边 那么这两条帐骜 就不能去吃他的东西 好了好了 这家伙 非常既有灵性的 非常聪明 你看青海 他就守在这个石盆边 他也不敢去过去吃 就被这个小沙姨 牢牢的盯住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食物 但是他们不敢过来 为什么不敢过来 就因为他守着他的食物 他们也不能吃 也吃不了 他们知道这个沙姨的实力 他也不敢吃